三十宫名尘于土,五千里路云与月,一手满江红,寄托了岳飞无限壮志与雄心,奈何英雄不敌流言,京中报国未实现,便已身死,岳飞虽战功赫赫,却无法为国尽忠,一代英雄没落,忠义精神却世代相传,千古名将岳飞的冤死是南宋历史上最大的败笔,从古至今,没有人不为岳飞感到惋惜,然而在岳飞死后,他的后人依然没有没落。 身为岳飞的后人,岳飞后人依然在发光发热,成为值得铭记的人物,在岳飞的后人中有哪几位最厉害,又有谁继承了岳飞的兵法? 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岳飞一生中结过两次婚,第一次结婚时是十六岁,娶了刘氏进门,那时的他还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,跟刘氏生下了月云和月雷,后来金人南下入侵大宋,岳飞有心报国, 准备踏上参军抗金之路,此时的月云和月雷还小,岳飞的母亲也还在世,岳飞在参军前也曾沉思良久,这是岳飞的第一次参军。 此时的他才二十岁,比起参军抗金,明显是家里人更需要他,宋军抗击金军的军队动辄上万,少他一个又能怎么样呢? 就算他去参了军,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?岳飞的心里被这些想法充斥着,让他陷入了一种困扰中无法自拔,就在岳飞即将放弃参军时,岳飞想起了自己的父亲,岳飞的父亲名为岳和,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义士。 每当遇到荒年,岳飞宁愿自驾挨饿,也会帮助那些灾民,岳飞的性格也受到了岳飞的影响,而此时的岳飞已经卧病在床,若是老爷子还能下地,非得到前线去不可,岳飞借着这股劲坚定了自己参军的决心,第二天一早便告别家人,踏上了参军的道路。 岳飞在战场上十分勇猛,但是他离开没几个月,岳飞就去世了,岳飞不得不回来守校,守校期结束后,岳飞想再次出征。 但是这次出征就更加的艰难,家里只剩下妇虏和老人,这让岳飞如何能安心杀敌,岳飞的母亲为了鼓励她,在她的背上刺上了尽忠报国,于是岳飞再次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战场。 岳飞不在家的时候,家里的重担便落在了岳飞的妻子刘氏身上,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子受不了岳家的苦,于是她就改嫁了,岳飞得知此事之后并没有怨她。 只是觉得苦了自己母亲,而刘氏为岳飞生下的两个孩子,岳云和岳雷,此时也已经是两个懂事的孩子了,岳云的志气比岳飞还高,年仅十二岁时便和岳飞并肩作战,令一众将士赞叹不已。 年纪小些的岳雷则被留在了家里照顾奶奶,岳飞被关进大狱后,也是岳雷一直在照顾她,一直到被秦桧害死的那天。 一直跟随岳飞作战的岳云,成了岳家军的实力战将,把金军打得只有逃跑的份,当岳飞被害时,岳云也同时被害了,年仅二十三,而岳雷因为没有什么战斗力,所以秦桧并没有娶他性命,而是将他和岳飞的亲人一同流放了。 岳雷被流放之后,心中有愧,不久后郁郁而终,前刘氏离开岳飞后,又改嫁了两次,嫁的人是一次不如一次,最后嫁给了韩世忠手下的一个小兵,这个小兵在战场上阵亡后,刘氏无家可归,韩世忠在清理军营时遇到了他,经过交谈之后。 韩世忠得知了刘氏与岳飞的关系,打算让他们再续前缘,哪怕只能做个妾呢,但是此时岳飞已经有了新妻,是他在战乱中冒险救下来的李娃,两人情投意合,很快便结为了夫妻,而且岳飞发誓永不纳妾,只要李娃一人,所以当韩世忠带着刘氏来找岳飞时,岳飞连他的面都没见,只是说二人的缘分已尽,给了几百罐钱之后就让刘氏走了,刘氏的结局没人知晓,但是李娃这边倒是有得说道, 李娃为岳飞生了三个儿子岳嶺,岳镇,岳亭,岳飞被害的时候。 最大的岳嶺也才十二岁,岳镇七岁,岳亭三岁,李娃带着三个孩子被流放到了岭南,但是他并没有叫苦叫累,而是含辛辱苦地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了,岳飞被害二十年之后终于平反昭雪,此时已经三十二岁的岳林入朝面圣,激动得热泪盈眶,宋孝宗也有些悲伤,让这样一位大功臣蒙怨二十年,他也不知道该给些什么, 总之是先将岳飞的几位亲人迎回了都城,随后又给岳飞的三个儿子都封了大官,惯例了一些金银财宝赏赐完之后,宋孝宗询问岳林还有没有想要的。 岳林跪在地上,说出了一件众人都没有想到的东西,送高宗给岳飞的圣旨。 当初高祖写给岳飞的那些手谕都被皇宫收了回去,存在了皇家仓库里,虽然还能找出来,但是岳林要那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? 原来岳林曾与朱熹张氏这些文人为友,他们商量着为岳五幕写一部传记,记录岳五幕辉煌的一生,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会缺少一些重要的线索,比如宋高宗的圣旨内容。 当初见过这圣旨中写了什么内容的人,全都已经不在了,只能是找到原本查看。 宋孝宗答应了岳林的请求,将皇家仓库里所有跟岳飞有关的圣旨全都给了岳林,因此岳林为父正名的《恶国金陀罪编》便正式开写了,岳林将岳飞留下的家书、遗书、日记之类的东西都搜罗来了,其中的艰难更是不可言说。 岳林刚要准备开始编写时,她的好友朱熹却出了一世,为了处理朱熹这时,岳林写书的计划就只能再往后拖了。 就这么拖着拖着,拖到了岳林离世的那天,这书也没有写出来,甚至连名字都没有。 岳林深感遗憾,只能将这些东西都转交给了自己的儿子。 岳林去世之后,这些史料就传到了她的儿子们手里。 岳林有两儿一女,长子岳琛虽然做了官,但是文采一般, 难以承担起编书的重任,但是岳林又老来得子,名叫岳科, 这个次子可比长子强多了,参加课举还考中了进士, 岳林在临死之前的那几天,每天都要将岳科叫到床边, 对她讲些岳飞的故事,这些事都是岳林从军营和民间听来的。 还没有机会整理成书,只能是以口述的形式传给岳科了, 虽然岳科已经足够认真在听,但由于岳林年事已高, 还是有些故事没听懂,也只能作罢,岳林给岳科讲了三天, 直到把故事都讲完之后,岳林才满意地离开了人世, 自此之后,岳科全身心都投入了书籍的编写中, 岳林为了编写爷爷的传记,耗费了很多的心血, 终于将这本书给编出来了,并且命名为《恶国金陀罪编》, 这本书不仅仅写了岳飞的生平,还着重写了岳飞的冤屈, 以及秦桧几人诬陷岳飞的一些细节。 本来民众们就十分厌恶秦桧,此书已经出版,民众们更愤怒了, 于是就在岳飞幕前铸造了秦桧几人的跪下,让他们永世受罚, 虽然《恶国金陀罪编》很有名, 但还是随着时间遗失了不少,一直到清代, 才被人们重视起来,重新修订了一版出来, 那么到底是谁在为了这事而努力呢? 正是清朝的大将,岳飞的二十二世孙,岳中旗, 岳飞后人在立战宫岳飞的二十二世孙岳中旗, 他是康熙,雍正,乾隆三朝元老, 在西北地区立下赫赫战宫,在紫光阁功臣像中排名第三。 仅次于的阿贵和海兰茶,作为一个汉人,岳中旗能做到这种地位, 那就说明他的战功已经很不得了了, 在康熙一招,岳中旗率兵入川, 与骚扰西藏的准嘎尔部发生战斗, 立刻敌军,率领军队直抵拉萨, 被康熙为他攻加时等,在雍正一招, 岳中旗跟随年庚瑶出兵青海,顺利平定青海的叛乱, 年庚瑶倒台后,岳中旗接替了年庚瑶的位置, 被任命为了陕甘总督,但是在雍正朝末期, 由于雍正的决策失误,岳中旗打了一场大败仗, 被雍正贬为了平民,但是岳中旗并没有因此而难过, 而是在家里养精蓄锐,等待着下一次重用, 在乾隆朝,乾隆第一次出征金川失败, 这是有人向乾隆皇帝推荐的岳中旗, 因此岳中旗得以被再次启用, 在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中,岳中旗利用自己的作战经验, 让本来烈士的清军反败为胜,将叛军首领包围了起来, 最后岳中旗出马, 劝降了两名叛军首领, 结束了这次战争,在岳中旗生命中的最后时光, 他依然带兵出征,平定了一场叛乱, 在凯旋的路上,岳中旗安然离世, 整个清朝历史上能被任命为大将军的汉人, 只有岳中旗一人, 自南宋时开始,岳飞一门能人被出, 在各个方面既有剑术,文有岳科编书, 无有岳中旗评判, 他们都是岳飞的传人, 就算是到了新中国, 岳家后人依然在为国效力, 我国的第一位女飞行员将军岳喜翠, 就是岳飞的二世八世后人, 虎富方能无犬子,岳中旗对于兵法的喜爱, 受其父亲岳生龙的影响, 岳生龙随康熙征战准凯尬立下战功, 在四川任提督,父亲为皇帝看重, 岳中旗完全可以, 跟在父亲身后, 做一个不绝无数的纹固子弟, 纵使如此父亲, 也绝对可以让他无忧一生, 偏偏岳中旗志不在此, 在康熙十五年之时, 岳中旗依然辞去自己的文职工作, 丢下妻子父母, 跟着军队四处征战, 于父亲而言, 如此不负责之行为, 完全称得上不孝, 可是梦想如此珍贵, 触及如此不易, 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? 年少时的梦想生根发芽, 岳中旗背上行囊去往远方, 开始自己更加灿烂的人生, 珍珠显露之前的千锤百炼, 只为一招能够散发出绚烂的风采, 岳中旗出入军队, 便显示出过人的才华, 从骑兵入葬到平定伊犁战乱, 无一步取得胜利, 从康熙王朝至雍正执政, 功高盖主之人, 总会被万分怀疑, 岳中旗遇到了与岳飞同样的伤害, 皇帝猜疑, 随后定罪收入狱中, 所姓雍正不是昏君, 律法也不允许莫须有的罪名出现, 乾隆继位之后, 岳中旗再次被受到重用, 此时他已经62岁的高龄, 文官花甲之年尚且能于朝中商讨政事, 武官花甲之年却未必能够上阵杀敌, 偏偏岳中旗是一个例外, 大小金川之战劝导土司父子归降, 平定西藏战乱, 任谁也无法想到, 此时的岳中旗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, 征战之人注定要身死沙场, 岳中旗暴病出征之时已经68岁, 谁知此去之后再不复还, 英雄一世举国哀伤, 乾隆皇帝称其为三朝武臣剧情, 放眼满朝文武, 在无能与之相比之人, 皇恩浩荡, 令祖上有光, 时代不同, 成就不同人生, 内忧外患之时, 拼死搏杀的将士抵不过皇帝猜忌, 并肩奋斗, 躲不过兔子狗烹, 能够得以善终的武将少之又少, 大丈夫剩余世间, 要么一身戎装, 护国一方, 要么以笔为刀, 志在四方, 以祖辈先列为榜样, 方能成就世间真英雄, 武将战斗杀敌, 本就是为了保家卫国, 文官朝内参政, 亦是为了海燕和清, 战死沙场无悔, 以身是法无怨, 岳飞后人正是如此, 子孙能写史书传世, 亦能上阵杀敌, 以岳飞之名, 行忠义之事, 谁见到能不赞叹一声, 加风急正呢?